这是前苏联为了抵偿债务转给韩国的核潜艇 虽然潜艇上的核弹发射装置早就被拆除 但韩国经过几年的时间早已经重新装上核弹 而且他们还为这艘潜艇取了一个神秘的名字幽灵号潜艇 除了名字神秘以外就连上面的艇员全都没有任何声音 这次是他们第二次试航 准备在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核弹 但他们要经过马里亚拉海 那一带肯定会有日本和美国的潜艇出目 不过艇长早就想到了应对方 他们这艘潜艇的最大深度要比日本潜艇深100米 应该日本潜艇很难发泄它 如果被美国潜艇发泄 最多也只是认为这是一艘俄罗斯潜艇 美军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虽然计划很完美 但行驶过程中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很快他们即将进入日本海 艇长对全体艇员发表了讲话 让所有艇员打起12分精神 因为这片海域肯定会有日本潜艇和他们所设置的设备 稍有不慎都会将他们粉身碎火 随后命令潜艇下调8度下降到151米 途中艇长将另一枚核弹发射钥匙分发给了武器罗 让他一定保护好钥匙不让其他人知道 可他刚从艇长房间出来就被人注意到 与此同时正在艇内检测的人员突然发现异常情报 原来他们在潜艇上发现了一枚炸杆 艇员先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副艇长 会上他们认为一定是有内奸混进了潜艇上 不过副艇长暂时没准备将这一情况上报上去 因为他另有目的 这时潜艇已经在日本海域行驶两分半 他们并未发现有日本潜艇 于是艇长让副艇长接管建起来 艇长则是前往日晒区休息 而这时正在指挥舱的副艇长和一众手下好像正在等待着 就在艇长休息得差不多后 正准备离开时突然遭到袭击 幸好艇长反应迅速很快就站了上方 经过一番肉搏后 艇长最终将袭击者送去了西北 但让他忘乱没想到的是 他起身刚一转头竟然直接被枪杀 石枪者正是副艇长 他迅速走出舱外 只看到不少有配枪的艇员正赶往指挥舱 而且这时广播里还传来副艇长的讲话 表示艇上出现叛乱 有人杀害了艇长 他已经将袭击者就地证捕 现在根据海军规条 由自己指挥这艘潜艇 他顿感大事不妙 立即跑向指挥舱 询问副艇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表示袭击者意图炸火这艘潜艇 因为他们在艇上找到一枚炸弹 而且现在不知道艇上还有多少人 自从上次试航被美国和日本发现幽灵号的停载 有些上级领导对于美国和日本施加的压力早已经航不住 所以他们才会安排人员混进幽灵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现在何必冒着被美日潜艇发现的威胁 前往太平洋试射核弹 再加上他们之前就查到日本正在发展的武器 一旦日本核武器形成战斗力 带给他们的只有更大的威胁 这次不如直接向日本发动攻击 因为幽灵号上的核弹足够将日本所有潜艇基地摧毁 就此一场大战马上开始 潜艇到达核弹发射深度后 他们再次确认发射目标 然后副艇长将核弹发射钥匙插入了控制台 可这时武器官却犹豫了 认为副艇长没有随意使用核弹的权力 作为战争狂热分子的他们现在早已听不进武器官的话 开始在武器官身上搜查钥匙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武器官早已将钥匙藏了起来 气得他们直接对他拳脚相加 没过多久 声纳员发现离他们不远 正有一艘日本潜艇正向他们使 虽然现在日本潜艇暂时还没发现它 但艇长觉得正好借此机会对日本潜艇发动攻击 倒是一旦战争爆发武器官不得不被火交出钥匙 于是立即下定将潜艇调至日本潜艇方向全速前进 接着命令所有艇员进入战斗口 很快日方潜艇就发现了它 不够并未对他们发起攻击 反而是避开了它 因为日方不知道他们这艘潜艇怒 这下正好给了他们突袭的计划 艇长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让潜艇上升10度 然后让1号和2号鱼雷做好准 锁定目标后 直接发射了两枚鱼雷 很快鱼雷就快接近日方潜艇 日方却没做出任何规避 最后被瞬间轰成了渣渣 爆炸产生的震动让幽灵号的艇领不可能相信 他们竟然炸毁了一艘日本潜艇 同时这也意味着双方战斗正式打起